当地时间17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2023年和2024年 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2.6%和2.9% 报告将2023年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此前的4.6%上调至5.3% 我们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从去年11月预计的2.2% 上调到2.6% 202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也从去年11月预计的2.7% 小幅上调至2.9% 报告认为宏观政策收紧 将继续影响经济状况 能源价格上涨压力 将在今米两年逐步得到缓解 但受到服务价格上涨 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的影响 核心通胀压力还将持续 就主要经济体而言 预计中国经济2023年将增长5.3% 预计美国经济2023年 增速放缓至1.5% 预计欧元区经济2023年 增速为0.8% 经合组织指出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已有所改善 同时报告还预测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通胀预计 将在2023年和2024年逐渐放缓 但直到2024年下半年 通胀率仍将高于各国央行设定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